他说一年直接到了以后可以取 就是本金跟利息传部打到你的公司银行卡里面 结果今年4月28号左右了 就是我跟那个工作人员联系 他说查了 他说这个钱 他说好像是转到那个 一年自动转成了 他说今年取不了 要到2019年的4月20号才能取 朱先生称他当下遇到了金钱方面的麻烦 他存在银行的钱现在取不出来了 而且自己的钱 不明投入了一笔理财产品 还自动延续到下一年 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银行与朱先生之前办理的业务 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呢 朱先生是宁波本地人 老房子去年拆先拿到了拆先款 和父亲两人合计收到了410万元 父亲委托朱先生将钱存入银行 随后朱先生将410万元全部存进工商银行 迎拨某支行 并且存入其项为一年 一年到期后 现在朱先生想要将钱全部取出 除了今年4月18日 他收到一笔18万的银行收益金 之后再也没有收到任何打款 朱先生觉得事情出现了问题 及时同银行工作人员进行联系 但是却被告知钱取不出来了 而且还投入了一项理财产品 剩余的钱要到明年才能取出 朱先生明明是将钱存入银行 又为何涉及理财产品呢 主动转存又是怎么回事 朱先生将自己的存款手续拿出来后 记者才发现 朱先生与银行办理手续的 并不是存款手续 而是代理业务申请书 朱先生办理的业务是基金购买 他是由彭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 巨星16号资管计划 朱先生的410万元并没有直接存入银行 而是通过银行购买了理财基金 更令人惊讶的是 当理财产品到期时 银行并没有通知他 最后导致所有款项自动续期 出现现在的问题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当理财产品到期时 银行为什么没有通知朱先生呢 我们没有说一定的义务 因为这个是代项产品 是吧 我们是代理 强华公司销售的产品 我们没有义务 面对朱先生对于银行 并未通知他这一行为的质疑 工商银行承认 工作人员确实没有通知过朱先生 但是通知朱先生的工作 应该由公司负责 一般性来说 理财产品到期后 应该是由购买的基金公司 来负责通知客户 对于工商银行的回应 朱先生并不认可他们的说法 他认为银行是有义务通知他的 双方在这一问题上 存在不同的意见 随后朱先生主动联系到 公司工作人员 彭华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不会主动联系客户 通知一般都是由客户经理负责 或者由客户主动打电话 向他们询问 面对银行和公司各执一词 银行称对于朱先生的问题 他们无法独自处理 需要向上级分行反应后 给出解决办法 朱先生对于银行的回应 有一些不满 他同记者一起来到工商银行 宁波银州分行 银行再次表示 公司有义务负责发布 基金赎回公告 并且向朱先生指出 该公司网页上发布了 提前赎回的公告和开放计划公告 提前赎回有一个公告的 这个彭华基金公司 他网站有公告 他有彭华基金公司 说明你看一下 他开放计划公告 他有所谓来公告 你们银行不需要通知 银行从服务客户的角度说 更好的服务客户 也可以通知客户 是吧 也可以通知客户 不仅如此 银行对他们是否有通知 朱先生的责任回应称 银行从服务客户的角度看 可以通知客户来提升服务 但是他们并没有义务通知朱先生 朱先生购买的基金是代销产品 他们不是强制需要通知客户 对于朱先生现在遇到的问题 工商银行表示 他们的服务确实存在虚漏 但是银行在流程上并没有错误 朱先生提出银行退回本金和利息的要求 来解决这件事 但银行却无法满足朱先生的要求 银行解释到朱先生购买的基金产品 不支持中途违约赎回 只能找到新的客户 将朱先生投入基金的份额替换 并且公司的这个产品不做清算 无法判定这个产品是带来收益还是亏损 具体的收益和亏损目前也无法得知 但银行表示会进一步与公司协商 将朱先生投入基金的钱替换出来 但是对于朱先生要求归还利息 他们无法保证 我要接受的话就是 你把奖金还给我 然后从2018年4月20号以后的那个利息 要算给我 这个损失不能拿我来承担 是这样的 这个产品呢 不支持中途违约赎回的 按照我们找另外找客户 把他的份额替换出来以后 因为这段时间 银行华公司对这个产品不做清算 无法确定这段时间收益率是多少 或者是正收益或者负收益 朱先生对银行的解决办法表示不满 他对于这件事情向宁波市金融权益保护协会进行投诉 协会的工作人员已经按照受理朱先生的投诉 目前正处于取证阶段 协会的工作人员称他们会进一步在规定时间内开庭调解 最终会在调解后得到结果 原本拿到拆迁款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但是最后却没有想到发生了如此不愉快的事情 朱先生的经历劝诫大家 在涉及金钱受理的流程上 希望大家谨慎办理明确义务内容 以及细节保证个人的财产安全